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這個 副副朝這個終於主動敗票 小馬哥他說 不是他說啦 就是有人說 小馬哥就是最後王牌 說亮相 這個險情會不會熱到爆 會不會因此而熱到爆 到底有什麼好熱 我是不知道 我想這個階段我們要問一下 這真正熱到爆的 不是什麼 就是說這個購物台是真的熱到爆 不管有什麼經濟不好還是不好 購物台的東西都是不會翻譯 像這樣 我們來歡迎一下 全民購物台的停序 跟蔡特王 跟歡迎一下 歡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全民購物台的購物專家 停序 只要有我在訂購電話訂不停 產品用了之後還要繼續的停序 只要有我在 則可以為觀眾朋友 爭取到最優惠的福利 那麼今天我們要邀請到的 第一位廠商代表就是菜刀王 是的 提醒你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舒嬅說得好 這個洗衣服要用花王 看日劇要看夜王 這個拔出時鐘劍是亞瑟王 亞洲的舞王是羅志祥 他是亞洲舞王 他幹邪哥是偉宗王 那麼最會賣東西的就是我 菜刀王 我就是什麼都買什麼都不奇怪 只要是我賣的東西 都是人見人愛的菜刀王 漂亮 今天要為我們觀眾朋友 帶來什麼樣的產品 是的 很簡單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 就是這個我們想去哪就去哪 環遊世界超薄的筆電 環遊筆電 是… 這個可以環遊世界的超薄筆電 為什麼呢 過去我們常常在講 很多的朋友 很多觀眾朋友在出國 要出國旅遊 出國洽工 出國度假 或者是出國找親戚朋友的話 出國度蜜月 但有時候出國之前 大家都會想到 隨身要帶一個筆電了 但這個筆電因為很重 有時候重則6 7 8 9 10公斤 帶著筆電出國 出國之前 你像是大口袋 一個胖子白雲 胖子白雲跟他潘那滴了 結果等到你這個回國的時候 你好像是 山岡那個瘦子教練潘若迪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筆電太重了 你背得出國 拿得出國 你好像是在練身體操自己 一點都沒有度假休閒的感覺 所以今天你只要使用 我們這個超薄的 想去哪就去哪的 這個環遊世界超薄筆電的話 薄薄的影片 讓你忘了它的存在 出國旅遊 能夠讓你做自己好自在對不對 我們這個筆電是從USA Nasa 美國太空總署 高科技研發的 耐米光粗連無塵藍光機器 自動化生產的 高科技的這個電腦 好棒喔 這麼好的產品 到底要去哪裡買了 哪裡買了 今天比較特別一點 在我們這個購物頻道 只要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包子你 都買不到 買不到 買不到 你只有一個地方 買不到 買不到 只有一個地方 有勞您移駕 移駕到我們的資訊月的資訊展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們12月 台灣的選舉可以說是熱到爆 其實真正熱到爆的是在我們 世貿展館的這個 國際的資訊展 最新科技的所有的資訊 3C的產品全部都在裡面 沒錯 到那邊買 你看有這個電視電腦 還有這個電動玩具 對 你在我們電視 你只看得到 在我們購物台 只看得到這些東西 但是你到現場 還可以看得到 不一樣的電的產品 哪一些不一樣的 比如說像這個 獨眼龍 沒有 電眼 還有像這個有沒有 變態狂 電臀 電臀 你這樣講你聽不懂嗎 來 修哥來 你看了你就知道了 有沒有 Oh yeah 電眼美女 電臀美女 電臀美女 對 你早知道 修哥來示範就好了嘛 是啊 是 其實你到了我們的資訊展 就看得到除了有這個 3C 您最喜歡的3C產品之外 還有看得到我們很多的 修哥他們的電眼 電臀 還有這個電音熱舞 所以真的來到這個地方 不管你買或不買 你都有多重的享受 這樣子的一台電腦 非常便宜 不要多少錢 只要888 讓你爽到一路發發發 888 觀眾朋友 你還在等什麼 對… 只有來到我們資訊業才有 所以才到晚 那今天要提供幾組 給我們觀眾朋友呢 以前我們都是 有時候講什麼20組 500組對不對 今天不是的 今天我們是 無限量供應 關口 無限量 觀眾朋友 你如果還在電視機前面等待的話 你就是白癡啊 你趕快打電話先來訂購吧 不用打電話 你直接到資訊月就好了 到資訊月去 到12月11號就沒有了 是 對 你來一組我們送你一組 你來兩組我們送你一雙 你來六組我們要送你一雙 你來12組我們要送你一雙 你來24組我們送你一雙 是漂亮 你來3600分之四組 我們送你一雙 送你一雙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你還在等什麼 不過在這裡猜到網 我能不能幫我們觀眾朋友 有一個請求 能不能請你們公司提供一下 我們訂購的贈品 已經有上 你看這麼沒 你還要送電也沒你 這真的是 不是 他只能看不能送 對不對 他讓你心裡能夠送 這樣子就這樣 我們準備了很多的贈品 有沒有 你來我們的這個高科技的超寶 想去哪兒就去哪兒的 這個環遊世界 Nordbook 我們送你這個筆記本 好不好 還沒空嗎 我們送你滑鼠 滑鼠是必備的 我們送你這個 讀卡機 這沒有讀卡機怎麼用 那我們送你手提包 手提包本來就裝電腦 我就知道你覺得不夠對不對 當然不夠 我們剛剛是說這個產品叫什麼 叫環遊世界的筆電對不對 所以你環遊世界就是哪兒 就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漂亮 所以我們送你機票 送機票 觀眾朋友 你等待我們菜單位 送什麼樣的機票 真的呢很簡單 叫你運氣好 你來抽到了機票 你抽到哪兒 我們送你到哪裡去 譬如說 你運氣好的抽到了香港機票 我們送你到香港 沒有沒有抽到 我們送你到北港 對不對 運氣好抽到日本 我們送你去日本 沒有抽我們就送你到日本 對不對 你運氣好抽到了巴黎 我們沒有運氣好的話 我們送你到巴黎嘛 你運氣好的話 所以說觀眾朋友 你一定要趕快拿起電話來訂購好不好 是的 所以觀眾朋友 你們不要只顧著選情 選情熱到爆 你們家裡面的這些電腦 你們的3C產品 也已經要讓他們嗨到爆好不好 趕快來資訊於我們的資訊展 一年只有一次 你千萬不能錯過啊 趕快拿起電話來訂購 好 我們進一段廣告 怎麼會都是這麼好看的事情 真的要買一項 送到整土地都是 所以說你這麼好的名字 要看好清楚 來 我們來看一下藍綠新聞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我是吳小沛 我是郭曉妮 歡迎收看今天的藍綠新聞 首先來關心一則馬總統 再次展現幽默化解緊張氣氛的新聞 上個星期六的總統電視辯論大會上 馬總統在結論的時候 把逆風高飛講成了逆風高飛 小小的一句話 讓現場非常緊繃的氣氛 瞬間是輕鬆的下來 還真的是桑桑桑啊 我們接下來關心一則的是 馬總統口誤台灣隔壹的新聞 在總統編論大會上 馬總統把逆風高飛 念成了逆風高飛 那麼甚至喔 還有人聽成是蜜風咖啡呢 這麼樣口齒不清 我想呢 這也非常符合馬總統的作風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口齒不清 因為身為一個台灣的總統 當然要非常了解台灣文化 不管是國語客家話密 南語還是其他方言 馬總統都是非常有研究的 所以呢 這次馬總統會出現台灣國語的情況 也是另外一種愛台灣的方式 拜託喔 一個國家元首喔 如果連字的發音 都沒有辦法表達清楚的話 那人民要怎麼樣 能相信政府所做出的決定 到底是正確還是錯誤呢 這點喔 但是我們這個小英主席的口齒 可就俐落多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的是 電視辯論大會上 馬總統求到呼威向天的反應 帶領台灣人民 逆風高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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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邁向黃金十年 一點都沒有錯 相信馬總統一定能夠帶領台灣 有個黃金的十年 哇 先別講得這麼滿 我覺得馬總統 還是要趕快去報名一下正音班 好好學習一下這個發音吧 要不然連話都說不清楚 怎麼樣讓台灣有 揮向天的黃金俗能呢 真正能夠發音正確的 就是要通過大陸的漢語檢定考試 記記記記記記記 前兩句是這樣唸的 我想一個好的主程 要把這些字給念好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吧 不知道妳從哪裡弄來這些東西 不過 這裡有什麼難的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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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要逼死誰啊 我就不是奶跟他演繹清楚 我想這一段應該可以寫出你一首歌吧 GGGGG 機GGGGG 悲悲悲悲悲悲 GGGGG 悲悲悲悲悲悲 拜託 這麼爛的哏 你也敢拿出來用 我還勇蘭詩唯 激激不及此 勇蘭 帶頭接 不聞雞助聲 回聞我瞪子 說我的哏 爛你的哏 又跑到了哪裡去了 我告訴你 感謝您收看今晚的藍綠新聞 我們明天再見了 拜拜 拜拜 拜託 就是風高飛 本來就很容易念成什麼 逆風高飄好不好 有些字就是 有一個小小的疏忽 就很容易念錯 不然你念一看這字 官方網站光芒萬丈 浮華飯店 護髮護膚 念一次 拜託 這有什麼難的 官方網站光芒萬丈 蠱花幻丁護髮 官方網站光芒萬丈 浮華飯店 護髮護膚 每次都出門什麼難題 再唸一次 官方網站光碼萬丈 胡華飯店 無法喝 老公你再笑嘛 你自己就會唸得清楚嗎 在這邊來唸一下 我又不信你可以唸得好 導播來啊來啊來唸一次啊 來啊來啊來聽聽一下導播